大家好,我叫尹子文 我是一名合资格的专业土木工程师 和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会员 我现在在香港特区政府水务处的新界东区工作 我主要的职务是负责管理和控制沙田、马鞍山、西贡 和将近路地区相关供水系统的日常运作 在水务处众多的水务指示当中 值得一提的就是贝水库 食水和海水贝水库为处全港不同的地区 当食水和海水经过处理之后 在输送给用户之前 会先储存在贝水库 贝水库的作用是应对每日用水需求的变化 维持供水网络有足够的水压 而贝水库也可以作为供水储备 以减少因为水管破裂、水泵故障 又或者维修保养而导致的供水中断 贝水库通常兴建在供水地区的适合高度 以便利用重力帮助提供足够的水压 经过输水水管网络供应给用户 我们非常重视食水和水务设施的安全 贝水库周边会树立高保安性的围栏 以防止有人进入配水库范围 我们的职员也会定期巡逻和监测配水库 现时水务署下有233个食水和海水配水库 而新界东区就占了47个 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手 也需要长时间才可以完成巡逻所有的配水库 最近我们在沙田南食水配水库 就试行安装了一套人工智能监控系统 自从我们引入了人工智能监控系统之后 除了减散人手 系统还可以每日24小时 持续监控配水库的即时状况 而人工智能监控系统 比传统闭路电视优胜的地方 是它能够不断学习 分析和辨认各种移动物体的行为 系统也可以自动识别车牌号码 假如有车辆试入配水库范围 或者未有预先登记的车牌号码 转入配水库范围 系统会立即通过电子邮件 手机短讯 又或者手机应用程式 发送警报的讯息给相关员工 以便我们即时跟进 人工智能监控系统的主动警报功能 不单只可以帮助我们 更快处理一些紧急的情况 亦都致散了大量的人手和时间 在全球工作方面 令我们可以更有效利用资源 我期望这个新科技 可以应用在更多不同的供水工作 以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并且继续为市民提供优质的供水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